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快讲到健康 统计资料说 国人一年吃掉 至少22亿颗的胃药 而且俗话说 食人酒味 很多观众朋友 长期都跟自己毛病不断的胃 要好好和平相处 不过胃部的健康 事实上跟我们的饮食 跟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那怎么样利用天然的食材 来做好调养肠胃道的功能 待会这一集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了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小医生 女官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来是肝胆肠胃的专科医生 好朋友肖敦人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心脏内科的医生好朋友 林卫文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中医师的医生好朋友 罗佩玲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柯俊年师傅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李德权师傅 大家好 好 先问一下宏医师 在台湾有几个药 几乎是家家必备用药 然后办公室的急救箱 也是必备用药 一个是止痛药 一个是胃药 那真的很多人常常 这个比方说吃了东西之后 不舒服 或者要跟老板开会 胃不舒服 然后呢 就随时吞一个胃药 事实上过度依赖胃药 依赖久了 真的可能有后遗症 对 其实我们身体很多的不是 它是一个警讯 但是其实我们对警讯的解读 像胃痛这件事情 我们很容易就是自己 去想办法解决它 我们可能会买胃药 以前都买一些什么胃乳液 致酸剂 现在不是 现在大家都很聪明 都会买那个比较强效的 那叫止止帮不抑制剂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就先讲一个案例 大家有没有看 你吃了很多胃药 然后效果都不好的时候 你去做了胃禁 医师不是帮你做了胃禁 发现你胃溃疡 奢脂肠溃疡 什么逆流性食道 就会开一个叫做 只有做胃禁 才能开的那种强效的 那个胃药 下去效果当然就很好 可是你很容易就会 自己去买那个药来吃 可是那个负重用是很大 我跟大家讲一个 就是一个外商公司的 那个主管 55岁 那他大概三年前就是 因为压力大 乱吃东西 就经常胃痛 那吃胃药都没效 后来看肠胃科医师 肠胃科就来开 我刚讲的叫PPI 叫止止邦普抑制剂 那吃了 大概他的力量性 食道研究好了 他觉得之前困扰 他那么久 竟然吃这个药 是可以解决的 他就非常快乐 可是不久之后 半年前一样的 因为他又饮食不正常 又开始痛起来 他这次不去做胃禁 他觉得做胃禁很不舒服 他自己就去买 而且买了吃了之后 又有效 所以之后那个 这叫做止止邦普抑制剂 就变成他家的常备用药 他家的药柜里面几乎都准备了 只要痛他就吃吃 他为什么会来看我们门诊 他大概这样吃了半年 只要痛就吃 痛就吃 他最近人就是很累 像感冒一样 他去那个地方的诊所去看 发现他的肾功能 竟然甚至有过滤 剩下20分 20分的概念 就是已经到第四期 到15分以下就是第五期 可是他每一年都有做体检 他去年都还正常 为什么会掉到20分 这个是一个急性胜损伤 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慢性伤 所以他来招 我觉得这不对 这应该要赶快把原因找出来 后来就收住院 做了一个肾脏切片 他肾脏切片 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 什么肾丝求炎 他是一个兼职性的一个肾炎 急性兼职性 这就不是损伤 不是在肾小管兼职细胞这些 这个我们看不对 这常常跟一些药物毒物有关 就问了半天 可能他跟他这半年来 一直吃这个PPI有关 停掉之后 我们用了一些药制 他肾功能就慢慢回到60分 所以这种我后来是跟他讲 有这种体质人一定要注意 千万你下次 因为有可能你去看医师 医师有可能会开这个药给 你要跟他讲说 你曾经吃过这个药 造成急性胜损伤 不然会一再的发作 那我在想说除了急性胜损伤 可是没有吃过的人 其实自己并不知道 自己吃一阵子这个药 最后顾了胃 其实 那可是他是又伤了肾 这个不是说肾不好 就不能吃这颗药 其实美国那个FDL 统计了四万三千名 他们发现 这个大概如果你吃这颗药的话 你的那个肾脏受损的几率 比一般人高了大概5.6% 吃这个药 你就要仔细的去观察你的肾功能 大部分都没事 但是少部分会产生这种急性胜损伤 就不要再吃 那除了伤肾之外 一些强效的这种胃药 还有可能有什么风险 他有可能 他是一个抑制你胃酸 分泌的一个东西 所以酸减值改变 我们胃酸PH是2 跟我们的盐酸差不多 那改变之后会影响你的消化功能 甚至产生一些腹瀉 那有一些造成一些 长期胸肌胃黏膜的萎缩 甚至产生一些胃癌的发生 这也要特别小心 那还有增加 他们研究跟一些什么胃肺炎失智 还有最近其实大家讨论的一个说 长期使用PPI造成低血酶 FDA在2011年也发现 你只要超过一年 出现低血酶的几率很高 只要一旦出现 他们建议说最好是停掉 不要再继续吃 低血酶会产生全身无力 甚至心率不整 那又产生一些骨质疏松 维他命B12跟铁质吸收不良 甚至肿死亡率也增加 所以说胃药 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副作用 但是我是说真的 你知道要吃这类强效味 还是由医师来开 其实这是处方药 照理说没有处方签 药局应该不会卖给你的 但是很多药局还是会贩售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 医师会帮你追踪 这些所有的功能 预有任何不适的时候 他就会建议你停掉 好那我请教肖医师 我们俗话说十人九位 确实在台湾 长期有肠胃到毛病的案例很多 没有错 其实像洪医师刚刚提的 因为台湾胃病的人真的蛮多的 一年22亿颗的胃药 那最后刚刚洪医师讲这个PPI 话说以前是处方药 但是这两年已经变成是 可以在药局可以自行购买到的药 所以其实更要去提醒观众朋友 尽量还是请产外科医师看过 真正需要才来用 不要自己买 因为否则每100个吃 会有5个到6个 可能会产生肾脏的问题 所以在用的时候 可能用一段时间 就要仔细去评估 那我这边就要特别提一个 为什么台湾人胃会这么不好 其实因为我们台湾有50%的人 有感染的幽门螺旋感菌 那这个幽门螺旋 这个是可以检测的是不是 可以它可以检测 怎么检测 其实它有几个方法 一个是抽血 抽血 我血液中可以验出来 对可以测到说 你体内有幽门感菌的抗体 OK 但是那抗体是表示你感染过 你真的要看说 我现在胃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细菌 我们有几个方法 一个是用吹气的 吹气因为用碳13同位素的方法 前后各吹一次 就可以知道有没有 吹气然后检测 你吹出来的气当中 有幽门螺旋感菌 不是 看有没有碳13 因为它吹低一口气以后呢 让你喝一杯药水 那个药水里面有这种尿素 它本身含有碳13 那进到胃里面 假设有幽门感菌的话 它会把那个尿素发酵 就是消化 消化以后产生二氧化碳 那二氧化碳你孵出来的时候 里面含有碳13的同位素 你就抓到它了 准确度相当高 这样子吹气是一个检测方法 还有呢 那第二个方法最简单 是做胃镜的时候 我们顺便切片 夾一块起来 对对对 而且那个速度非常快 我们通常做完胃镜 大概30分钟 大概报告就出来了 OK 所以这个是最最快的 那幽门感菌感染会产生什么问题呢 事实上它会产生胃发炎 有可能会造成胃溃疡 也会造成舌子残溃疡 更是更严重的 这种感染的病人 1到3%会产生胃癌 我们甚至这样讲 就是有幽门感菌感染的人 比没有感染的人 得到胃癌的风险是两倍 那如果我真的检测出来 我有感染这个的话 我要怎么医 就是我怎么把这些菌 把它处理掉消掉 现在呢 就是要杀这个菌 其实也不难 就是第一个要用 刚刚讲的这个PPI PPI先把胃酸的分泌降低 让它的环境变得 对它来讲不好 OK 所以把胃弄到 接近中性的状况 那再用两种以上的抗生素 一起去攻它 两个礼拜杀菌的成功率 是95% OK 非常高 所以您刚刚讲 这我们就来看一个 实际这样的案例 这个病人很好玩 他是一个75岁的老先生 他来的时候就胃不舒服 我们可以想 他170公分 体重来的时候 只有45公斤 过瘦 老先生这么瘦 他说对 他本来就瘦 但是他最近这一两个月 都吃不下饭 所以又从48公斤 瘦到45 好瘦一个 他说他都吃不下东西 胃不舒服 被他的太太跟小孩 压着来 那我说好 既然老先生这么不舒服 我们直接做胃镜 一坐下去的时候 我怕他去全雷打 什么意思 因为刚刚我们说 优萌杆菌可能会胃发炎 对 又会胃溃疡 十二指肠溃疡 而且那胃溃疡 看起来很像胃癌 赶快跟他做切片 好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张图就是他胃发炎的状况 我们看中间 这张是正常的胃黏膜 这是没有发炎的 而这个你看红红红红的 他整个胃通通发炎 然后再来他的胃呢 就是这样一个溃疡 这溃疡看起来好可怕 种种的会不会是胃癌 十二指肠 事实上也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很怕 他是已经是胃癌了 还好切片的结果 过一个礼拜叫病理科 赶快帮忙 他说还好只是胃溃疡 所以他就要治他的 幽门螺旋感菌跟胃溃疡了 对 OK 结果我们又两个礼拜的药 用下去 他下一次回来的时候说 哇 他太太说 哇 这麽很好 都吃得下饭了 吃得下饭了 因为对症下药 那我们再看了 我们再过两个月以后 会再跟他做一次 幽门感菌的检查 应该就会杀掉了 因为从他两个礼拜后 他的反应来说的话 确实把胃酸降低 细菌处理一下 那他整个胃的状况就改善 肖医师我问你 那假设我有幽门螺旋感菌 但是我没有做PPI加抗生素的治疗 他会自己好吗 不会 他有可能会跟着你一辈子 真的 对 这种细菌非常的聪明 因为他也不会把这个人立刻致命 因为他每感染五个人 可能一个人会因为他而出问题而已 其他四个人 就是80% 其他四个人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 可是他事实上存在我们身体内 对 那个就是现在很流行的 叫做无症状感染者 他会继续传染给别人 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 那筷子弄来弄去 他最后就会再传染给下一个人 那还可以再这样子传染出来 比方说我是个厨师 然后我做东西好了 那我手摸过的话 请大家吃的话 大家可能也会因此传染感染 没有错 所以这只细菌已经存在 我们从考古上面 两三千年前的人类 胃里面就有幽门螺旋感菌 所以这是厉害的细菌 没错 没有把人立刻致命 所以他可以细菌也可以长命百岁 那接下来我们看师傅 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固位好料理 师傅今天顾位要烧这一个暖胃的南瓜鸡肉丸 那我今天先把这个鸡肉丸 我先做 然后我再等一下教大家 怎么来弄这个鸡肉丸 我们先热锅热油 要稍微煎一下鸡肉丸 那待会分享一下鸡肉丸怎么做 这个就跟把它当成是个水煎包 一样的方式 水煎包一个方式来做 我们锅子烧热以后 那因为这个丸子呢 我事先就是 先把它捏好 我等一下教大家怎么捏 先把先把这个油弄均匀 然后我们就按照那个水煎包的方式 把它弄进来 把它排满 然后煎它的过程也像水煎包 第一面给它煎恰恰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做这个很简单 但是非常鲜美 这个丸子现在看起来很诱人 这里面都是干贝 而且它也放了一点点那个胡萝卜配色 对没错没错没错 我们先把这个丸子先放进来 然后等它稍微稍微有一点定型以后 我们再来加其他东西 然后另外这一锅呢 另外这一锅我们先把这个洋葱放进来爆香 我们另外一锅要来做那个南瓜 所以我们先爆香洋葱 对我们洋葱先进来爆香 然后呢接下来是先炒南瓜 好 因为南瓜 这个是哪个品种的南瓜 这台湾本土的 台湾本土的品种 就去皮然后去掉那个瓜子瓜囊 剩下的瓜肉就拿来半炒 因为它的皮比较粗糙 那一般来讲你如果在日本吃那种南瓜的话 它是含着皮的 但是因为我今天买这个南瓜 它皮比较粗糙 但是它甜味应该也比较重 所以我把皮去掉 然后呢两种菇类 好 我们拌炒一下菇 南瓜基本上富含维生素A 然后富含各种膳食纤维 其实对于胃对于眼睛都非常好 对 两种菇类 好 放进来 也是一样给它拌炒一下 让它都有一点油脂可以渗透在这边 接下来我们放上柴鱼酱油 好 然后清酒 好 所以这个有一点点日式风味 对对对对 就是柴鱼酱油 然后加清酒 对 如果你说用米酒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会有酒味比较重 OK 然后味淋 然后加上一点点的水 我们加一点点的水 那去焖一下 好 就是日本料理三宝 就是清酒酱油跟味 对对 日本料理永远离不开这些东西 好 那这样的话让它去煨 煨着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的这个 好 水煎包丸子 对 小煎包水煎帽的这个方式 它开始有点底下有点焦化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加水 好 水煎包一定要加水对不对 对 少量的水 对 大概就是腌一半左右 然后盖上锅盖 好 现在就是蒸水煎嘛 水煎 对对对 然后再蒸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水煎法 然后开始我们再来教大家 怎么来处理这个其他的 鸡肉丸子 我们的鸡肉用哪个部位 鸡肉我是用鸡胸肉 好 然后鸡胸肉把它剁碎 剁成鸡肉泥这样 因为鸡肉本身是很鲜嘛 然后今天我们另外一个 就是维生素A的部分 就是红萝卜 好 我们把红萝卜好像是当成 壁起一样 对 切小丁然后 然后下去 然后主要的鲜味来源 就是我放了一些干贝 好 我们泡了一点干贝 对 连同这个汁进来 好 连同这个汁进来 所以它就有海鲜跟肉鲜了 对 对 对 然后加上鸡蛋 一颗吗 对 一整颗鸡蛋进去 就是蛋白跟蛋黄都加 对 然后这个粉类 海鲜不要进去的时候 我们先调味 好 我们粉类还没进去以前先调味 那这个调味因为有很多鲜味嘛 所以我们只要放一点点的盐 少量的盐巴 放一点点的盐 放一点点的胡椒粉 好 放一点点胡椒粉 然后放香油 好 这样进去以后先拌 先拌 要让它所有的材料都先融合 对 对 对 那因为它会有水分 对不对 所以我等一下教大家另外一个方法 你这样才能定型起来 几种方法 一种就是什么 用豆腐 豆腐是属于固态的水 OK 所以我们会把它弄 加进去以后 你煮完这个丸子就会很嫩 但是豆腐有个缺点 你先做到先煮 OK 你不能冷冻 不能放 所以它是这个缺点 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什么 用爆米花 就像我们在做四字头一样 用爆米花 那西餐有没有 西餐我们在做 韩巴菇 就是那个汉堡排的时候 它会用到什么 面包粉 这个是炸猪排那一种面包粉 对 这是无糖的面包粉 好 尽量选无糖面包 面包有分有糖跟无糖 OK 我们尽量选那种无糖的面包粉 如果没有的话 我跟你讲 自己面包晒干了以后 用那个挫板挫 对 或者是馒头晒干了以后 用挫板挫 就那种吐司面包 对 或者是法式面包 法式面包比较没有那么糖那么多 吐司面包糖很多 好 把面包粉加进来 然后它的黏着剂 除了刚刚的蛋以外 这是什么粉 这是太白粉 太白粉 好 那我们再把它全部把它搅拌均匀 我问个蠢问题 如果我厨房刚好没有面包粉 我就直接太白粉下去 把太白粉当黏着剂 可以 但是就是你吃的时候会有很多粉类 口感会不一样 还有你在煎煮的过程当中 它的很多水分会流失 你看 刚刚的那些鲜美的那个 干贝的汤汁 对 全部被面包粉给吸附起来 而且它有那个黏性出来了 对没有错 你只要稍微拌一下 然后你看刚刚的鲜美的汤汁 全部都要被它拌在一起 那你拌在一起以后呢 到时候你再去捏丸子 而且你可以先做好放冷冻 随时要煮的时候拿出来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水煎煲鸡肉丸 这个你看鸡肉丸它已经半熟了 而且它已经定型了 真的很水煎煲 这样子很像那种小煎煲 对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将它水蒸气先冒掉 然后先等一下 然后跟这边也一样 先等一下 然后等一下再来做结合 好 那我们这一个在烹调它煮它的同时 再请教罗医师 这个古人常常说胃病 三分之七分氧 所以调养很重要 所以其实很多胃病 都是从你的生活习惯来的 我之前有一个女生的一个病患 她来看诊的时候 她是因为月经都一直眼后没有来 那她其实已经先去西医那边检查 那西医就做 你这个是多囊性卵巢症后群 然后她自己知道说 她得到这个病的时候 她也非常惊讶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多囊性卵巢 她是会就是有体重增加 然后体毛多长痘痘 她完全都没有这些症状 她就是一个瘦瘦 然后就是白白的 然后没有什么 就是皮肤很好的一个 一个年轻女生 而且她是瑜伽老师 那因为我们中医在看诊的时候 我都会问她说 那这样的话 你就是平常一些饮食 坐席的一个状况 她就说因为她就是 每天的话 早上都会因为胃痛而痛醒 那我就问她说 那你胃痛 那你都怎么吃你的三餐 她说因为她是瑜伽老师 所以她都是下午晚上有课 就是教一些上班族 所以她都睡到早上 可能九点十点吃第一餐 那第一餐她会吃得非常丰盛 因为体力要消耗很多 然后她第二餐就会比较轻食 她会等她下课完之后 因为你在教课不太可能吃饱饱教 所以她第二餐就不一定时间 有时候可能六点八点 更晚都有可能 那我就跟她讲说 因为你多囊性卵巢 其实是荷尔蒙失调造成的疾病 那荷尔蒙失调怎么来的 有时候你可能就是从你的饮食 作息压力这些来的 那我就跟她讲说 你可能要改你的饮食 一天最好是能够吃到三餐 然后但是少量多餐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养你的胃 那一些比较刺激性的 烤得辣的小吃 然后这样才可以慢慢的 从我们胃 因为胃是营养的来源 那你营养足了之后 你的荷尔蒙才会恢复正常 所以她就慢慢调整之后 月经就有比较规律 然后肠胃也变得比较好 好 同时今天我们的丸子也好了 对 你看我们现在汤汁收干了 这真的就跟水煎包一样 这时候它吸附汤汁的能力 就会更强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把这个丸子 把它全部跟它放在一起 而且丸子的另外一面 我就看到它就是恰恰 它真的看起来真的很像小煎包 对对对对 而且等一下你在咬的时候 它会有汤汁是因为刚刚我讲过 面包粉的功劳 对对对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把葱花放进来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这样就可以吃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你看大家都吃狂 味道非常好 而且我想柯师傅选的食材 非常的棒 因为我们胃 胃实在很特别 因为胃每天有食物进进出出 所以它粘膜的消耗 还有修整非常快 几个礼拜就要整个换一批 所以有好的蛋白 当然是一个修复的材料 很重要 所以这里面有鸡肉 有干贝 有这些当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那再来是选了这个胡萝卜 我觉得很棒 因为这里面很多的维他命A 维他命A对黏膜的修复也很重要 那我们在秋冬 大概很重要的几个食材 因为我们要修复肠胃的话 大概像山药 秋葵跟莲藕 这些比较黏黏的食物 因为这个黏液素 有这个对修复黏膜 有有点帮忙 那再来比较特别 就是南瓜跟红萝卜 这两样东西 刚刚柯师傅都有选 那这里面就有维他命A 维他命A对于黏液 它产生这个黏液层很有帮助 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常常讲的高丽菜 高丽菜比较特别 维他命U 维他命U也是对这个黏液层有帮忙 另外像白萝卜或马铃薯 这个当然它的纤维比较高 所以我们秋冬 大家注意说要去养胃 但是另外要提醒的是 我们在秋天 白天有时候在中午30度 可是到晚上或清晨 十几度而已 那温差这么大 肠胃就很多人不舒服 原因是因为温差的时候 会让我们自律神经不稳定 那我最近就有一些病人 他会去年来 今年这个时候又出现 那来都是胃脂脂 不吃胃脂脂 吃完胃肚肚肚 那一问没有错 症状跟去年一样 然后就会开药给他吃 只不过像这样子 因为天气变化而造成了胃不舒服 通常跟胃酸的关系没有这么大 所以大概不会用到PPI 因为PPI问题还是比较多 我们可能就是稍微抑制一点胃酸 用所谓的H2 blocker 轻微的抑制 那加上调节自律神经 这样他症状就会好很多了 像我刚刚举这个病人 他吃一吃 下个礼拜来就好多了 他就不用做胃镜 但是还是要讲 万一这种药压不住的话 我已经还是要做一下 真的 那我请教李医师 另外一个在台湾 其实蛮常见的 这个胃部的疾病 是胃食道逆流 那有一些人甚至有火烧心 胸闷的状况 那很多人 这个常常分不清楚 到底是心血管的胸闷 胸痛的疾病 还是胃食道逆流引起的 对我刚刚才跟消息师在讨论说 其实很多肠胃道的疾病 都是心脏科医师来发现的 那原则上我们在门诊 其实看到很多病人 他其实会有胸闷胸痛 他第一个会担心是心脏问题 他会先找心脏科 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 不是那么像心脏的问题 据统计 胸痛大概只有在一层 是心脏的问题 其他九层可能都是其他问题 像是肺或是肠胃道等等 那我自己本身 最近也遇到一个病人 他是七十多岁的一个伯伯 他是在其他医院看诊 他本身有高血压 高血脂跟心率不诊 那因为他常常会有胸口闷痛 不舒服 所以他也是心脚痛 所以当时那时候 那个医院的医生 就帮他开了一些药物 我们都知道高血压 就一种到两种 高血脂 再加上心率不诊 再加上这个心脚痛 哇 真的就是药非常的多 那常常 伯伯他本身那不是吃药 肾同性不是很好 那有时候有吃不吃 然后有时候觉得说 他胸口也不是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所以他就不一定要吃这个药 所以他常常会抱怨医生 就是说 其实我怎么都看不好 所以他最后 他就说 那我要去换别的医生 看 那就来我冷门诊 他当时那天的情境就印象非常深刻 他坐下来就开始 滔滔不绝讲说 他怎样不舒服 怎样医生 就给他多少药 他都没有办法 把他的问题解决 他就拿了一包药在我面前 我帮他看了这些药之后 我就都傻了再吃几种 因为你知道不舒服 很多医生就说 没关系 我再加什么药给你 再加什么药给你 那我发现说 里面有一颗药叫R-CP-0 因为他本人就是心脚痛的病人 所以一定医事都会处放 我的怀疑是不是药造成的 当然他又一开始说 他是一个高危险群 高血压高血脂的病人 所以基本上 我们还是会做了心脏检查 心脏检查觉得还是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是药的问题 所以R-CP-0很容易造成 所谓胃食道逆流 跟这个胃溃疡 所以我就帮他排了胃镜 果然就Bingo 就确定了 就是胃食道逆流 跟轻微的胃溃疡 所以我叫他把R-CP-0 把它停用之后 服一个胃药治疗之后 他就改善了 我其实我没有增加你的药量 反而是减少你的药 他就他就他就觉得好多了 所以我跟病人在讲说 其实胸痛 其实有可能是心脏问题 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那这个教大家来自己来分别 如果是心脚痛 本身就是像一个 所谓的胸口疼痛 或挤压那种感觉 掐住那种感觉 有时候会连带的 会反射到手背 或下额颈部或背痛 那有时候 他有伴随一些恶心 或是身体虚弱 呼吸困难 跟出汗头鹰的症状 如果是胃食道逆流的话 他比较典型的胸口会灼热 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 火烧性那种感觉 甚至会觉得嘴巴酸酸的 就是胃酸呛上那种感觉 那如果比较不典型 就是像是非心音性的胸痛 包括脱颈的困难 有些时候会有异物感 这也是 或是恶心或是持续咳嗽 因为胃酸呛上的时候 会刺激喉咙 会容易产生咳嗽 气喘或是声音撒哑 等等这种情况 那我请教洪医师 还有一些这一个 比方说肾脏尿道有疾病的人 他们一个不小心 也会出现肠胃不适的症状 每次病人一来就说 你是我胃痛 我胃痛 胃就在我们的那个横隔膜下面 在我们的上面是肺 然后就他是在腹腔的最上 大家就摸着那个位置 可是这个位置的疼痛 这叫上腹疼痛 不见得就是胃痛 有可能有其他的问题 我有一个55岁的那个病人 他公车司机 那他工作压力很大 因为他觉得台北市开公车 那个摩托车 压力真的很大 然后他就经常 那个一个是胃痛 一个头痛 他会开车开到一半 就准备那个胃药吃下去 可是吃了大部分都有改善 可是最近他觉得很奇怪 是那个吃的都没改善 他已经跟那个肠胃科 医师预约好 两个礼拜要去做胃镜 可是他为什么后来 先来看我们诊 他那天吃了好多胃药 还是没有改善 那后来晚上吃饭的时候 突然解出大量的血尿 他就去挂急 挂我们诊 我把他转到急诊 去因为大量的血尿 那一查 他的右肾有一个3.5公分大的 那个结石 而且他已经堵到你的那个肾脏 造成肾脏水肿 我觉得这个不能放回去 这要赶快去处理 不然那颗肾脏会爆消掉 那就给密尿外科 密尿外科就收住院 开刀把他拿掉 很神奇 拿掉之后 他的胃痛就不痛了 那他出院之后 他还是去看肠胃科 还是做胃镜 他的胃根本没问题 所以我们在想 他的胃痛 事实上是那个结石 我们讲说肾结石 其实痛是很奇怪 大部分都是结石小小 然后掉到我们输尿管 那种痛是往前面往下 所以他在下腹部 而且有时候会在腹骨 勾那边痛 可是万一堵塞到你的肾脏 造成肾脏水肿 输尿管水肿 肾脏变大 他会往上顶 那往上顶之后 就可能造成上腹痛 所以任何你认为是胃痛的 假设吃了胃 要有什么观察 真的是没有改善 或出现什么血尿 其他冒能 那赶快去看一下 可能不是胃痛 是其他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李师傅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部位好料理 今天要做的是姜黄山药猪 对 来我们这边准备的猪肉 我们是用梅花肉 那么一般来讲 我们煮姜黄料理的时候 很少说会拿姜黄来腌肉 都是放在汤里面 那缺点就是说 因为这肉不是煮很久 所以你有可能 煮好之后 汤有味道 肉就没有姜黄的味道 如果你希望它的肉的味道 浓一点的话 你就这样子先把它腌过 你就直接把姜黄拿来 顺便做腌料 对 然后汤反而姜黄味道 不会那么重 好 我们现在师傅先放的是 盐跟糖 稍微调点味道 然后我们把姜黄放进来 好 姜黄 很多的腌肉 我们会用这种方式 比如炒的啦 比如说像沙茶 OK 也是一样 沙茶肉片 你一定要先腌沙茶过 对 才比较容易入味 对 这边是酒 好 师傅刚刚放的是 灼亮的盐 灼亮的糖 然后姜黄 然后少量的米酒 然后米酒刚好 会把那一个姜黄的粉 让它挂上肉片 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的水 因为我们这边 还要加一点粉 所以你这边要够湿润 好 我们抓腌 让它入味 好 少量的水 对 然后你看一下 姜黄的味道 如果够就可以了 像这边的话 我们大概放了一大匙 对 好 抓完之后 加一点粉 这是什么粉 面粉 OK 加面粉的目的就是让它 裹上这个腌料 算是一个保护层 然后待会儿 这个面粉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天然勾芡 对 就是勾芡的效果 你就不用再 你要勾多少芡 好 然后它这个粉呢 我们用面粉的原因是因为面粉它黏着比较好一些 它会有点像肉羹的那种感觉 那种口感 这边我们弄好之后呢 因为很黏 你下去做的话一定会黏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把它 少量的油 加点油 所以我真的常常觉得腌料的顺序很重要 对 然后腌料的顺序都是有原因 有逻辑 有一环一环扣一环 对 有时候我们在做这些东西都是有意义的 对 也是那里痛 按一下反弹痛 那肌肉硬邦邦 这叫急性的盲缠 甚至有护膜炎的风险 普科医师开了止痛药给我 就 慢慢地吃 慢慢地胃就开始痛了 胃破了十几个洞 这种多发性的溃疡 通常是药物造成 好 我们现在因为有灼亮的油下去了 我们锅子内的油不需要那么多 就不需要那么多 然后待会要炒也比较容易炒开 对 常常听到过油过油 它就是油比较多 那我们这个就不用过油 我们就直接把它放下来 好 那这样一块一块确实有点那种咖哩肉块 或者姜黄肉块的feel 好 那我们今天他的同时请教一下这一个罗医师 刚刚常常讲 一日之际在于晨 所以养胃养胃 这个早上就很重要 对 其实早上的话真的非常重要 我大概今年四月有一个五十一岁的女性来看诊 她来看诊主要是因为她的月经量突然变非常大量 后来去检查是子宫腺急诊 然后她想说她五十一岁也快要更年期了 她就想要做一些比较保守的治疗 然后她来看诊的时候 当然我们中医也是都会问四诊 就是你的生活状况 她就说她有胃痛 胃酸 会打嗝这一些 排便的话她是七天才上一次 然后再问作息她会说她都是早上五点睡 然后睡到中午才起床 然后其实像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讲说一日之际在于晨 所以她一天的餐大概也是只有两餐而已 然后两餐的话 因为我们你的排便肠胃这一些 就你一天如果吃你有吃东西进去肠胃的时候 你胃会蠕动就会正常排便 那因为她吃的也很少 所以她就排便有很大的问题 那我就跟她讲说那你尽量试试看 如果你的作息不能改的状况 一天的话可以增加一餐 至少三餐 然后这样因为她睡的时间也是很晚 就一天三餐 然后至少你这样正常的饮食 然后吃的足够这些 再慢慢调整你的身体 然后她的排便就会比较正常 她后来就大概两天可以上一次厕所 那我们中医来讲 就是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什么时间 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些饮食的部分 我们的话其实在早上5点到7点 走的是大肠筋 那这个时间点 我会建议你喝一点温水 然后肠子就是开始会蠕动 排便就会正常 然后7点9点的时候吃早餐 然后9点到11点的时候 是帮助消化 可以做一点那种皮筋的按摩 那如果你肠胃本身的功能 比较差的时候 其实会影响到就是有像是 有一些胃痛或是胀气或是水肿 或是我们胃筋的穴道 像是凉秋毒鼻穴 它那边的那个肌肉会比较萎缩 脚就会无力 然后这个话就是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同时间 师傅这里两面把它煎香 其实它那个姜黄的香料的香气 很容易 就出来了 对 然后不要煎太久了 姜黄也容易焦 好 我们把姜片 姜 蒜 洋葱 好 所以先把肉煎这个七八分熟 然后其他的姜 蒜 然后洋葱再让它拌炒 这边略炒香味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 好 山药 山药跟秋葵 我们山药切块 然后秋葵也可以直接下 这边都可以直接下了 OK 那这边 秋葵的话 我们尽量就不把它开口了 因为这样子吃的话 因为把它切开的话 它那个黏液会跑掉 会融在汤里面 你这样子的话 咬下去会有那个惊喜感 你咬开里面都是黏液那个感觉 口感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我们这边加一点水 好 我们加少量的水 这个时候我们其他的食材 让它焖熟跟焖透 这边只要焖熟其实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的调味 好 就直接把它焖 这通常要焖多久 这个大概五分钟 好 一点盐 一点糖 如果还希望更浓郁的姜黄的味道 在这里也可以再加 你也可以再加 那因为这道菜我们大概是烧的 不是要煮汤 所以我们就稍微这样子 就可以把它焖一下 我们盖上锅盖焖焖焖焖焖焖焖的同时 请教一下林医师 还有一些观众朋友吃完东西之后 就觉得莫名其妙的胃痛 那直觉就觉得肠胃有问题 但是事实上你说临床上 你们也遇过 有些状况是腹腔里的血管的祸 其实我们心脏内科 其实不是只有照顾心脏 还有照顾你全身上下的血管 那这个病人 他是腹部的血管的出问题 那他是一个七十岁洗肾的 一个患者 那本身他有三高 那这次来他是来主述是说 他有进食之后他肚子一直都很痛 那吃完之后 休息一阵子他就好了 那在洗肾的时候也会很痛 肚子也会很痛 他痛得受不了 所以他就来到我们的医院 门诊来看 那我们就帮他检查一下 就发现说 其实他有心肌的缺氧 所以就帮他收住院 来做一个心脏的检查 那有其实发现 我说其实他 我发现到他 其实他在进食的时候 跟所谓的洗肾的时候 因为这个可能就是因为 肠子在动的时候 他因为他是缺氧 缺氧的时候就会产生疼痛 就是我们常讲的肠脚痛 我们常常只会知道心脚痛 不知道肠脚痛 那肠脚就是因为 也是一样是血管的问题 那这种这种三高的病人 那其实他的血管都容易出问题 那所以基本上我可能就是说 先把他做个心导管的检查 把他做心导管检查 我也怀疑说 他是不是有个上肠细膜 或是肠细膜的动脉的狭窄 所以我们从储系部的时候 我们放导管进去 我们检查了心脏血管 也检查了肠细膜 所以发现说 他在肠细膜的前段的地方 一个很严重的狭窄 所以各位观众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上肠细膜他管的 就是我们的肠子的小肠的一部分 跟大肠的前半这个部分 所以常常我们看到说 这个血管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 会有腹痛的症状出现 尤其是病人 他常常会抱怨说 进食完之后 他肚子痛会不舒服 但也有一些 像是一些比较急性的肠中风 他是由心脏产生血栓 塞住这样的肠细膜动脉 而造成比较广泛的肠缺血 肠缺氧的现象 所以经过这个 我们的血管 把他打通之后 介入完之后 他其实他就 腹痛症状就改善了 好 同时间师傅这里也闷好了 这边我们把它闷一下就熟了 最后呢 我们加一点点的鲜奶油 这样就完成 我们着亮的鲜奶油 来平衡一下 这一个香料的风味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德玄师傅 他真的是一个厨艺高超的厨师 我们知道姜黄料理要做 真的不简单 姜黄料理 他有一个那个苦澀 很多时候小朋友不喜欢 小朋友喜欢吃咖哩料理 但是咖哩料理 往往过多的那个油盐糖 又过多的纳粒子 那些 我觉得德玄师傅他很聪明 他用了这些山药 彩椒 秋葵 其实把它的那个 我们讲姜黄的那些不好的味道 慢慢给淡化掉 非常非常鲜甜的一道 那个很好的姜黄料 真的是 合家欢迎的一道料理 讲到胃痛 但胃在哪里 我们胃的附近很多生命的器官 上面叫心脏交肺 所以胃痛 万一不是胃痛 有什么状况 你要赶快去急诊室 我就记得我当 我守急诊室那时候 我是内科的住院医师 我们那时候医院还在公馆那边 还没有搬到内户了 那边有很多的学生 那有一天晚上十点多在急诊室 突然来了大量的病患 我最怕大量病患 附近的某一所大学 集体食物中毒 大概有十几二十个 每个都一样 肚子痛 上吐下泻 那后来我们查了 大概是那个 其中一道豆腐料理出现问题 我们就每个人都打点滴 抽血检查 吐完之后年轻人体质 大概隔天一个一个就 症状改善就回去 吐完就好了 对 可是其中有一个学生 很奇怪 没有上吐下泻 也是那里痛 那可是他其他学生都已经回去上课 所以他要求要拔针回去上课 结果那一个回来 大概到中午之后又坐着寄人车回来 坐寄人车回来 他已经没办法站直了 然后一直冒冷 他的脸色苍白 那我们后来发现 回来之后我们再看肚子 这个不是肠胃炎吗 后来摸一下肚子 他根本不让你摸 痛到受不了 然后按一下反弹痛 那肌肉硬邦邦 我们大家实习师都看出来 这个一定是有问题 这已经是急性的盲场 甚至有附膜炎的风险 后来就转到外科 果然是盲场也还好没有破掉 那开完刀之后 就有了一名 所以我把它归纳出来 有几点要特别注意 如果肚子痛 第一个出现 这个叫腹部肌肉僵硬 这个叫做 这有一个医学名词 叫肌肉防卫 我们肌肉防卫 你很痛嘛 你是不准人家 所以你肌肉就会紧绷 不准人家去摸他 那或者说你按压腹部的时候 已经弹开 有那种弹开始的疼痛 这个常常有时候 是一些腹膜炎的症状 就会出现那种弹开的疼痛 那左侧胸口 其实左上臂内侧痛 这要小心是心肌梗塞的问题 如果腹部的位置有变化 上腹痛突然转移到右下腹 记得有可能就是盲腸眼 那吐出或咳出鲜血或血块 这个有可能是我们讲说 比如说肝脏的问题 肝硬化会出现 那个叫食道静脉曲张 那有可能是肺 肺也会出现一些肺出血的状况 那另外排出大量鲜红色的粪便 或瀝青状的黑色粪便 胃溃疡到大便出来 其实经过很长的时间 照理说都会黑色或青色 可是如果排出来是很鲜红 表示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如果出现这些问题 务必赶快去急诊室 不要自己再去随便吃胃藥 有时候那个我刚讲 盲腸眼破掉 变成腹膜炎的时候 那死亡率高达四十percent 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小心 好 那这个肖医师也要提醒 这个在台湾 其实有很多慢性疾病 或者某些人手术术后用药 会用某一些消炎止痛药 那某些消炎止痛药吃多了 确实有些人会造成胃部的 这一个毛病 没有错 事实上我们今天用了很多食材 在互胃 不管是刚刚的秋葵 或者是红萝卜 或者是南瓜 这些都是互胃 可是有一些药确实很伤胃 一个是要护黏膜 一个是会伤黏膜 那就像说我隔壁的心脏科医师 他也算是我们的上游工业 因为心脏科医师会开阿斯匹林 保护心脏 可是那个会伤胃 阿斯匹林伤胃 伤胃 那很多人吃是长期吃的 对啊 所以有时候不得已 有些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 他的黏膜 胃的黏膜比较薄 真的都要用一个胃药 去顾一下 那我们另外一个上游工业 就是骨科 关节炎 止痛消炎的 还有一个就是耳鼻喉科 为什么 也是消炎药 感冒到都会开消炎药 那所以我们常会 这三种科别的医师 他病人看完之后 产生了问题 那我现在举个例子 就最近没有多久 一个70岁的老太太 一样儿子晚上带着来 我妈妈胃很痛 我疼多久了 大概有三个月了 那这怎么处理 我妈妈常常胃痛 家里都会被胃药 他就自己吃一吃 平凶时都很好 可是这次怎么吃都没效 那不得已再看肠胃科 就问一问 既然痛三个月 好 赶快坐胃镜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坐胃镜坐下去 变什么样子 就是右边这个图 整个胃破了十几个洞 而且胃溃疡 而且出血 那这个跟 我们来看这两个比较 这个是破这么多洞都出血 像这个优门感菌 造成的溃疡就一个洞 怎么差那么多 这种多发性的溃疡 通常是药物造成的 那我们就马上问他 请问你最近有吃什么药吗 老太太一想 对了 我最近膝盖退化心关节炎 骨科医师开了止痛药给我 结果慢慢的吃 慢慢的胃就开始痛了 脚比较好 可是胃就开始痛 所以这种药物造成的这个溃疡 其实我们在肠胃科门诊 因为刚刚讲说 优门感菌台湾人有50% 可是最近一直杀一直杀 这20年来我们一直杀菌 这种越来越少了 但是药物造成的溃疡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胃黏膜固好 真的非常重要 那我请教一下罗医师 罗医师也要分享一个秋冬固胃养生茶 对 我们常常讲说胃的话是属于土 所以这个秋冬养胃的茶就是有一个我们的白竹 它就是一个健脾的一个 就是补土的一个中药材 然后搭配的话就是有我们的干浆 因为冬天天气冷用一点浆 它可以暖胃植藕 然后再加上陈皮 陈皮的话礼器 像有些容易胀气可以用一点陈皮 然后用白勺跟制干草 这两个的话它是一个柔软舒缓 它可以舒缓我们紧绷的一些 像我们那个平花鸡的一些紧张 胃筋软这个部分 那这个的话就是在秋冬 如果你是常常天气冷 你就会胃不舒服 或者消化比较差 差的人就可以用这个茶饮来保养你的胃部 好 谢谢罗医师的分享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购在年代 麦具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Line跟Telegram的官方账号首页 那我们的影片也会上传YouTube官方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QR Code 直接按订阅 也欢迎大家收看 那健康好生活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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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